停母乳只是为了去鉴别它是不是母乳性黄胆 但是现在在临床上存在一个误区 基本上所有的人 甚至有的人把孩子的整个黄胆发展历史和他的病史 并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 就盲目的去停母乳 而且停母乳的范围扩大到很大的范畴 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 我们只是在要鉴别它是母乳性黄胆 还是非母乳性黄胆的时候 去停母乳三到五天 如果这个黄胆很快的下降 那么在再次母乳的时候 它又上升 当然上升的速度和幅度 往往没有第一次那么高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用来鉴别它是母乳性黄胆 还是非母乳性黄胆 但是目前很多家长在网上这种错误的诱导下 甚至有的医生也不是非常清楚的情况下 普遍的去停母乳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其实真正的母乳性黄胆的发生率只有1%到2% 没有这么高的频率 这样会严重干扰正常的母乳胃养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